来关心天气的讯息 台湾最高峰玉山在昨天晚上的7点45分 降下今年的第一场雪 而且一下呢就是两个小时 积雪大概有2点5公分 从玉山气象站拍下的照片 可以看到这个白白一点一点的雪花 降下了台湾今年的初雪 不过接下来这几天呢 因为冷气团减弱 水气变少 想要再看到下雪恐怕机会不大 不过天气呢也会相对稳定 各地气温会再回升一些 但早晚呢也会比较凉一点 不过下个星期一 东北气风又会增强 加上还有一波封面通过 全台又会湿湿冷冷